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6日 星期六 由於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昨晚 應該說也不算漏夜 漏夜回來黑池 大家知道黑池距離倫敦幾個小時車程 昨天開車開了幾個小時 幸好手足幫忙去接我們在機場 直接送來 節省很多時間 否則就真是辛苦了 我們其實去了哪裡呢 去了土耳其 為甚麼會去土耳其呢 這個旅程很迂迴 本來我們去年來到英國 一直都沒有想要申請政治庇護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疫情關係 人手嚴重 很多手足在申請 如果我們也去申請 可能會拖慢人家的進程 二來 我們一直打算過去美國 跟美國那邊就談談一些 合作事宜的 例如袁爸爸 我們也想去找他 我們一直都有聯絡 看看怎樣可以幫香港人 有些可以的就來英國 有些可能想去美國 所以我們也會跟袁爸爸夾一夾 還有我們在美國有很多網友很熱心 在加州 在 在佛羅里達州 在佛羅里達州 有很多坎薩斯州 也有網友 可以幫助手足 我們接下來希望跟袁爸爸合作 好一點 令到 有部分的人來英國 部分人可以去美國 我們作為兩邊連線 盡量幫助香港人 現在香港的環境 大家都知道了 十分之惡劣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被拘捕 最近李大 之前被人集了名的那些 全部被拘捕了很多人 當然我們也知道 不單是李大 現在盡量是一種大手捕 是基本上你出來的 也有機會拘捕你的 當然你說和平示威 照計也不會拘捕的 現在不敢說了 連選舉 那麼小的事 那麼和理非的事 都說可以 告你國安法 有什麼 不可以告呢 我們當時 簽證就是6個月 所以 我們在1月份 因為到期就一定要離開 John Conner 本身是有 BNO的 但是因為 因為他 見我一個人 沒有理由丟下我一個人 所以他陪我去 十分之夠義氣 那麼我們第一站 我們當時 其實真的 覺得很煩 英國政府申請延期 一直等不到Email 我們11日到期 沒有辦法 唯有自己想辦法 找地方走 第一步 訂泰國 搞了很多東西 訂了那裏的酒店 隔離酒店 然後做Tax 接著 去到機場 就說不讓你上機 臨時更改了他的 policy 去不去泰國 好 立刻 在機場訂酒店 在機場訂酒店 跟著 在機場酒店 那間是nofotel那一間 等下訂了幾萬 接著呢 就再找一下去哪裏 然後就是我看到希臘 好像被人當中 好了 然後再檢查 希臘到了機場 又是不讓人 又是不讓上飛機 說現在希臘又改了Policy 之前給的 突然說不給 好了 買一張彈程記票 炮湯 第三次 他打算去土耳其 誰知道 土耳其又封關 又封英國 因為英國當時 爆發 變種 所以很多國家臨時封英國 很惆悵 在這個機場酒店住了幾天 又惆悵 又不知怎麽算 然後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好吃的 附近有一間唐餐館的外賣 炸牛肉 全部都是很多汁 騙鬼佬的唐餐 全部都很難受 炒飯稍為刺氧一點 可以吃得下口 當然是十分辛苦 最終 找到了杜拜 阿聯酋 主要是阿聯酋 那麼我們 之前买過東西 買過這個 阿聯酋 這個 杜拜那邊 說是阿聯酋航空 不讓我們上飛機去泰國 找到阿提克德航空 阿提克德航空 可以上飛機 杜拜 亞聯酋也沒有 不需要 他當時是說隔離10天 隔離5天 這樣隔離5天都好 去到這個阿布紫比 他 常常說 你去到杜拜還是阿布紫比 當時我們一心想要去埃天 就算了吧 他說 拿一個手扣出來幫我扣住 Carly5天帶着這東西 不准離開酒店 然後他那個 檢測那個很好人 他說其實去杜拜 不用隔離的 我聽到那麼順暢 立即 解除那個手扣 立即跟他說 我們也是去杜拜 撩完鼻很辛苦 然後 立即過去杜拜 杜拜那裏 十分之好 好禮貌 所有入境人員 個個好像 你家人好像親戚那樣 虛寒問暖 又大陸又大陸 第一次感受到一種 受人尊重的感覺 因為入境通常都沒有好面穿給你看 但那裏無論工作人員 那些關員 檢測人員 個個都很客氣 很好禮貌 第一次 我們 終於第一次就踏上阿聯友 去了杜拜 我們出境之後 阿寶澤比 叫我們自己坐車去 我們坐的士 去了杜拜的酒店 當時馬上預約的 因為完全沒有預約酒店 因為我們本身 打算去阿寶澤比 最終改了去杜拜 當晚就搭車 搭的士去 搭了500多港幣的的士 杜拜 因為 因為 阿聯友是七個 聯合的 油長國組成的 阿寶澤比是其中一個 是 最多石油的 而杜拜其實石油 不多的 只是他 一早就懂得搞旅遊 金融 用錢堆砌了 旅遊城市 我們去到杜拜 其實也覺得 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去過 到了杜拜塔 哈利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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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很多 民間的東西 也去過他的平民區 那裏 最終 住了 四十多天 在那裏住了四十多天 為甚麼要住四十多天 因為 我們 原來我們去完杜拜沒有多久 他就封關 不讓杜拜的人回英國 死火了 那怎麼辦呢 就是留在杜拜 沒得走 到了杜拜 你會想一下英國 什麼時候可以回呢 後來到了 2月尾 就開始有聲氣 就說杜拜可以回去了 不是 杜拜不可以回去 不過英國會重新開關 那麼我們就想 去哪裏 要經過一個國家 即是過冷河 總之你十天以來 不可以在杜拜 不可以在阿聯誘 那麼我們即時去上網找 找了幾個國家 一個叫做塞爾維亞 一個叫做土耳其 另一個好像都是東歐 忘記了哪個國家 找了幾個國家 在想 塞爾維亞很親共 這個是藍絲拉夫來的 塞爾維亞首都叫貝爾格內德 在想 貝爾格內德好像很親共 怎麼辦呢 最終就決定了土耳其 但是土耳其其實也挺親共 不過他親共得來 始終有新疆問題 有東特問題 所以親共 怎麼也可能 不會去到那麼密切 所以 我們就 決定了土耳其 去了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將拍攝的影片記底 我們在伊斯坦堡從來沒有 透露過任何風聲 因為始終這個地方的政治 不是很 不是很穩定 獨裁者可以當 有一個人在 他隨時可以發動政變 我們不知道有甚麼事 所以我們 很低調保持我們的行蹤 也沒有向任何人透露 當然 在那裏十幾天當然要拍攝影片 拍攝照 到處走走走 去到 伊斯坦堡 我們支持我們去年去過一次 但我們住了一天 走馬漢花 這次就比較 看多一點點東西 見識很多很多 其實伊斯坦堡可以說是 在歐亞的大陸 跟大陸差不多 很接近的東西 尤其是旅遊區 其實很多你會看到周圍都是賊 周圍都是騙子 騙子 爬手 甚麼都有 每一行走到酒店 每個都好像想謀著你 而且 最嚴重的是 在杜拜的時候 他就沒有落單的 所有東西都可以堂食 我們可以去打火鍋 可以去 吃自助餐 有food court 當然也不便宜 不過比起英國來說 也是便宜 杜拜即使很貴 比起英國也是便宜 吃自助餐 吃自助餐 最少限定的 如果要吃多一點就要吃八多元 反而打火鍋也很便宜 49元AED 圍到 100多元港幣 就可以打火鍋了 任吃 而且 那些菜也是任吃的 因為菜在亞連日也挺貴的 你吃6、70元 你吃不到一條菜 那些菜也不吃 所以我變成那裏的常客 經常去打火鍋 土耳其 其實我們也住了十幾天 過了冷河 過遠冷河才可以回來的 最終 我們也是 經過了十幾天的時間 在那裏過冷河 然後 昨天才坐飛機 回到英國 入境也十分順利 也住了我們自己的酒店 這次也有很多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 是 不用去律師樓簽名 就可以買到樓 我們 律師樓 即是律師送那份合約給我們 我們簽好名 然後 DHR速遞給他 他就幫我們完成了交易 當然網上過數 也都沒有試過 通常以前開票 通常都是開票去律師樓 有他幫我們貼票的嘛 提早一兩天 開票過定數給律師樓 這次 他就直接用網銀過給律師樓 律師樓幫我們貼票 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網上賣樓 第一次 不在當地 就可以在隔山買牛 這次隔山買樓 很多 沒有貼票之後 也不是我自己去收樓 是這裏的手足幫我們去收樓 很多 很多 很多不同的經驗發生了 接下來 我們希望 另外一棟已經成交了 不過未去收樓 還未有空收樓 遲些 就會安排房間 拍攝第二棟的酒店 第二棟是 裝修沒有那麼漂亮的 但是那裏就比較近市區 所以 價格也差不多 因為那裏近市區方便一點 方便買菜 方便買東西 出入也有 有機會 至少你比較近市區方便買東西 那麼我們 這個 迂迴翻英記 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